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这部剧中 饰演的是 秦庄襄王 宁艺人 后来改名叫紫楚 其实也就是宁正的父亲 给你改个名字 你是我子 又穿着楚服 就叫你紫楚吧 我接这个信之前 我是推掉的 因为在历史上 不太了解艺人 紫楚 这位秦王 因为他在位时间太短了 后来听说 制片人码了一堆好演员 什么陆一 段一红 李乃文 等等等等 我就不一一罗练了 像这种就是有了好的对手 你有可能在创作上 能够被激发出某一些 你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 想不到的东西 然后就到这个曲组里来了 我实在不忍心 一回到咸阳就另去 后来我想 他怎么能在这么多丰满的人物形象面前 能够把艺人塑造成功呢 就是抓住他一个秦子 艺人是非常重情的一位王 他是跟历代秦王有所不同的地方 你说他没有政治智慧嘛 他也有 但是在秦面前他会左右摇摆 那这个时候 秦就会突出他的宽厚 也会突出他的犹豫 那这个时候 这个人物的多面性 就会展现出来 赵王杀心仪起 快 何王 咸阳 他面临的问题太多了 我觉得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 战国时期 好多国家都会把自己的王族的子弟 放到别的国家去当质子 当然这个当质子 这个孩子肯定是不大受代点的 正因为他不大受代点 所以他才会在赵国过得比较不如意 又没什么钱 也没什么 但是这个人在正式上来说 他还是很有贵族气质 谈吐行为非常得体 虽然衣服不好看 妥旧 但是一看就是一个 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还是有一定的精神力量的人 怎能凭一己知情 弃天下于不顾 天下离我太远 我眼前只有妻儿性命 然后面临的就是他回到秦国以后的 能不能再往后发展的问题 然后就是面临的与妻儿分别 能不能再团圆的问题 因为一人马上又逃离了赵国 那在逃离之前 我们还自己加了一场戏 两个人站在家门口 听着城外那种秦军攻城的声音 两个人还说了一段话 就表现他们的情感关系吧 我日夜思念你们 想得好苦 然后又有了后来的 艺人再次和他们分别 就是虽然碰面了 但是也不能把他们带回秦国 因为那个时候 五国联军用他的妻儿 要挟他跟他谈判 在这个时候 艺人就舍小家 顾大家 为了大局 又忍痛 又离别了情 然后面临的就是 他能不能最后和吕不韦 他们达成这个目的 目标一致 商人的行为 首先是土利 我觉得最早 他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在与艺人的交往过程当中 我觉得艺人这种真诚 和仁爱 仁慈 宽厚的这种 能够感受到的 人心坏人心 重负 因为你如果只是利益交换 那我得到大权以后 我可以把他一脚踢开 但是我对吕不韦 还是非常好 还要把嬴政叫到病床前来 让他认吕不韦为重负 就是实际上我觉得 最后两个人 还是感情是交织在一起的 感情是战胜了利益 天天下开心 用了给我的 就是这样的